我们第五位进去选的是陈妈妈 你电话了 六个子女的话有四个男生 不是都结婚了吗 这个会播出来吧 因为我这样看 我是不太了解他们是真的 但是我这样子看 我觉得黄晓明是不错 还有那个包贝尔我也觉得他不错 他虽然长得不是很帅 那像曹格他们就感觉也蛮亲密的 杜纯他我不知道但是 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就是很 我觉得应该我觉得他还蛮 我觉得还蛮喜欢这样的 黄晓明杜纯 乔恩在那 到底 我开门进去 就是当时有纠结过 有有纠结 因为我本来是想要选杜纯 那一方面我是比较 私心我认为他是单身 我可以跟他相处看看 这个男孩是怎么样 但是后来我犹豫了 因为我走到他楼梯我会犹豫了 我开门进去我 黄晓明 我觉得其实黄晓明他会比较随性 一直在电视里面我都没有看他生气 是敲门吗 不会不会的 哪个房间是我笑声太大了 对于哥哥 你一定会对我来看 对于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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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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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个倩啊 是一个人只能选一个 不会不会的 两人可以选一个 这位你负担重了 你别有压力啊 你别有压力啊 真的是两人可以选一个的 我觉得是了 因为出去碰到很多的粉丝 过来找我签名的都是说 哦我的孩子特别喜欢 baby 我也特别喜欢 我说哦好谢谢你 哦我妈妈特别喜欢你 她怕我尴尬 我觉得很幸福 因为我不想要选那个杜存 可是我觉得她好严肃哦 因为我觉得你对妈妈好温柔 我也要你多温柔一点 你是女孩 你常常男孩子的爱是什么样的 对对对对